- 這是我們的 這是他的 被強烈之一 - 裡面是否有包裝衣服 大家好 現在我們已經在桃園的機場 然後剛剛經歷了一些很順利啦 很順利的過程 我們一行人間厚厚蕩蕩的準備出發前往北海道 Yay 你是想要記錄我是不是到底是種味道 對啊 很過分欸 怎麼可以用我當一個實驗 借咖啡人家 我這樣很難欸 我身為一個借咖啡的人 然後我周邊的人全部喝咖啡 這樣對我公平嗎 - 抱歉 - 抱歉 - 抱歉 第一個禮拜真的很高 什麼時候都坐不了 然後就一直很累 然後我又很痛 我剛剛 今天人交戰超久 然後就吃了一個奶茶 這家電子營友的奶茶 現在到北海道 然後 我現在還沒有感覺到外面的溫度 所以我現在心情很平和 那你知道外面現在幾度嗎 我不想知道 我想說 我不要知道 可能等一下就會以一個平靜的心態出去 就沒有感覺這樣 如果事先知道 可能沒有很冷 我也覺得很冷 我這個理論有道理嗎 沒有 進入空橋 空橋的溫度還蠻可以接受的 現在好像4點53 4點53 然後天影星長這樣 現在的感覺就有點像是那時候 到冰島的時候 去土車場拿車的這個溫度 但感覺好像冰島比這裡更冷一點點 真的差不多就是進Costco的冷凍的那邊的感覺 穿外套嗎 yes 穿帽子嗎 穿外套 穿上 很快就穿上 穿 你為什麼脫下來啊 太驚人了吧 不怕 這種溫度沒什麼 屁啦 我們現在感覺就是持續在那個 選購冷凍海鮮的冰庫裡面待著 地面是鐵邊的 褲蟲丟 很滑很滑 小心 小心小心 小心 小心 好 大家好 我姓李 我叫李精修 我是北京人 李師父好 師父好 師父好 我在白海道已經待了30多年了 哇 做這個旅遊也做了快20年了 完了這次呢 就是帶著大家 你們要去工作 每天我來陪著你們 去什麼地方呢 每天的行程呢 就是你們早晨告訴我 或者隨時有變化的時候 告訴我 因為那個行程 北海道有熊嗎 有啊 熊和鹿 就是大型動物 它沒有天敵 每年要給那個北海道帶來的差不多220億的經濟損值 所以要人為的控制 要人為的控制 就是每年那個打死幾千頭熊吧 幾千頭熊那麼多 對啊幾十萬頭鹿 大概北海道的熊吧 具體它那個數字我不太清楚 但是鹿呢 60萬頭左右 每年要消滅15萬頭到20萬頭 消滅 消滅打死啊 但是打死你必須是獵戶就可以啊 獵戶就知道 打死以後呢 就是食物你可以吃 但是北海道人呢 他吃羊肉 鹿肉吃的少 熊肉不怎麼吃 他不會做 嗯 那個他不像中餐似的 有煎炸烹炒燉什麼的 他沒有 他不會做 所以說呢 北海道吃熊掌了 吃熊了 都是ok的 我 我就是專門做熊的 啊 啊 哇 哇 我是料理人 我是料理小料理 我是私兵料理人 吃熊掌的吃什麼 全是預約制的 就是約我 我來做 我的員工 我不會叫他們做 因為他們做完會 會讓人投訴的 在日本可以吃到熊料理 鹿料理 海鮮料理 還有野豬啦 還有就是北海道 觀光客的第一站 我沒有想到我們今天 竟然會有一個購物的行程 在我們抵達北海道的第一站 海道這個好像在我們民宿附近的一個 叫勇望的地方 對 剛好在彈曲 導演 導演在彈曲 日常必備 天啊 趕快來搬行李的各位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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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進來我們今天住宿的地方 好溫馨喔 喔 導演已經幫我們佈置了溫馨的小架 各位來看看這邊 泡麵區 就是什麼 準備整理的 明石櫃 明石櫃 我跟妳講 最近北海道熊出貨事件 是最近食上最多 所以我們不可以隨便吃熊 不然他們就會聞到 他們就會出來找我們 所以不要亂吃 熊是咖啡色那種 還是北京 中熊 這裡沒有北京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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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